各位同學,這裡有幾張數卡 我們需要將這裡的數卡 排成最大的四位數和最小的四位數 原來排列最大和最小的四位數 都會有少少的注意事項 在這裡我們先看看 怎樣排排最大的四位數 排最大的四位數 只要將數卡的數 由大至小的排列 所排出來的數就是最大了 所以九大過六 六大過五 五大過二 將這四個數字 由大至小排列起來 九六五二 這個九千六百五十二 就是最大的四位數 好了 那最小的四位數又怎樣呢? 原來就是將數卡的數 反過來 由小至大排列 排出來的數就會是最小了 同學,你又想一下 排出來的數應該是怎樣? 最小的數字是二 跟著是五 接著是六 最大的是九 所以二千五百六十九 就是最小的四位數 好了,我們看看第二題這個例子 這裡要用三、八、一、零 這四張數卡 排出最小的四位數 在這裡我們有什麼需要注意呢? 而零 又不可以放在哪一個位? 是的 零是不可以放在千位的位置 因為如果放在千位的話 這個就不是四位數 是一個三位數 所以 零不可以放的時候 誰是最小的數呢? 就是一 然後我們再把餘下的三張數卡 由小至大放下去 接著是零 接著是三 接著是八 所以最小的四位數就是一千零三十八 同學在注意排數卡大小的時候 都要小心零的處理 謝謝你们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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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